歡迎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主要跟大家講講一個 經常都有同學錯的概念 就是城市成長和城市化 這個概念會出現在我們C4的書 獨可持續城市 第一課要學就是這個概念 我們先看看概念的定義 城市成長就是指城市人口 實際數目的增長 而城市化主要是指城市人口 百分比的增長 很明顯地城市成長 就是用數字的 而城市化就是用一個百分比的 這你要先記得 這個公式 同學是要定義的 我們馬上來看看一些事例 我們先講一下城市成長 OK 我們說一個地方是A地 OK 它的城市人口是有1000人的 OK 我們看回前面 城市人口 OK 其他不用管 我們只管城市人口 去到A地 城市人口是1000人 10年之後 城市人口是3000人 OK 再去到一個定義 實際數目 只要有增長 就是證明有城市成長 我們看一看 1000 去到3000 OK 3000這個數字明顯地是多於1000 所以A地這個地方 就經歷了城市成長 如果我出另一個題目 OK B地 是1000人的城市 而10年後 B地 是1001人 OK 只是多了一個人 那有沒有城市成長 答案呢 也是有的 OK 因為它也是實際數目的增長 哪怕是多一個人 那如果 私地 OK 城市人口是1000人 而10年後 私地的城市人口 也是1000人 那有沒有增長 或者有沒有出現城市成長 大家都是1000 那就沒有了 因為1000和1000 大家都是打和 是不是 這就是城市成長 非常容易 記住它 好了 那我們就要進心一點 學城市化 我們講明百分比 可能有需要我們去計算數 去計算數 去計算數 OK 那我們看一看 我們看一看 那我們看一看 那其實呢 我們在這裡 究竟有沒有城市化呢 那我們要計算一條數 那就是很簡單的 數學不是那麼好的朋友仔 都會做到的 沒有問題的 那在我們地學地理這一課的 這一課書裡面 其實非常簡單的 在一個地方 OK 你不要管現在 一個地方 它只有兩組人口 第一樣我們叫做 鄉郊人口 OK 就是住在鄉郊 住在農村 住在郊外 住在郊區的人 第二 就是城市人口 就是住在城市的 OK 在市中心的人 好了 總人口 總人口 其實就是等於鄉郊人口 OK 再加城市人口而已 所以總人口就是一千 加一千 結果就會等於二千 OK 就等於二千 好了 那怎樣去計算這個城市化呢 有一條公式的 非常之簡單的 就是 就是 城市人口 over 總人口 乘100% OK 不記得 不要緊 現在 寫給你 OK 記住 城市化條公式 非常簡單 就是 城市人口 over 總人口 乘100% 總人口 有時候要你計算的 OK 不過不用怕 很低能的 就是城市的人口 好 再加鄉村的人口 就是 總人口 那去回這個個案 OK 那剛才總人口是二千 而城市人口是一千 OK 那剩下100% 100% 我只有一百 OK 那答案是多少 那同學呢 就可以去計算 是吧 那你去計算 應該計算出來 是 50% 所以 城市化 就是 50% 就是 50% 那 好了 那我們去回這裏 OK 那到這邊 十年之後的A地 是 那總人口 怎麼計算呢 就是 鄉郊的二千人 加上城市人口的三千人 答案就是 五千人 OK 那城市人口有三千人 總人口有五千人 或者是三千 over 五千 乘回 100% 那我答案就會計算出來 就是 60% 那你又看到了 如果 十年後的A地 是60%的 城市化比率 而十年前是50%的 那它有沒有出現 城市化 城市化就是 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增加 那六十 相比起五十 有沒有增加 那結果當然是有增加 那所以這個城市呢 就出現了城市成長 和城市化 可以同時出現的 OK 那但是也很有趣的 有時候未必是同時出現的 可能可以有城市成長 但是沒有城市化的 OK 那你不要說 有城市成長 就是城市化 不是的 兩樣東西來 OK 兩樣東西都要自己找出來的 那我們呢 既然你學會了這個概念 那我們真的去實踐一條題目 看看你認識不認識 OK 就是2016年的 2016年的 2016年的 同學可以看一看 OK 看看你 找不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那第一件事 OK 我們可以看一看 先把筆拿出來 好了 那下列哪一個過程呢 可以在X角度出現的 OK 這個就是X角的數據 這樣 有兩個年份 分別是2000年 和2010年的 好了 我們看看 這次總人口 就給了你的 就是2.0 和2.5 什麼2.0呢 是有一個單位的 就是8萬 就是2.8萬 就是200萬 OK 這個2.5個8萬 就是250萬 OK 好了 跟著呢 它就有一個百分比給你 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OK 2000年是40% 它是百分比 是百分比 你可以自己加回它 OK 那2010年是50% 那好了 城市化 就是住在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有增加 現在40% 去到50% 是不是就是增加了 那哪個答案會是正確呢 下面 那答案當然就是 一定是正確 OK 因為 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是有增加的 嘛 算也不用算了 它還給你 那好了 那有沒有城市成長呢 我們就要去看了 OK 因為城市成長是一個實際的數字 OK 是實際的數字 那這裡是百分比 百分比 那就是不對 不對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計 OK 同學是需要自己去計的 那怎麼計呢 簡單數學來的 有200萬人 40%的人住在城市 OK 那就是200萬 乘40% 結果 應該就會有 80萬的人 是住在城市 在2000年的時間 OK 好了 去到2010年了 有250萬的 OK 那接著有50%的人 是住在城市 那答案呢 應該會是125萬的 算出來 那你可以直接乘0.4 或者乘0.5 那就可以了 那你就看到了 2000年 80萬人住城市 2010年 125萬人住城市 那 是不是多了 這個數字 實際數字 是不是多了 那有沒有城市成長 絕對是有 OK 那就是 1 2 就一定是對的了 那這兩個答案 就可以查了它了 那最後呢 我們就會看回 3的答案 對不對 鄉郊人口減少 OK 不要這樣看 60 去到50 減少 3 不是這樣 這個是百分比來的 OK 百分比 我們又是要計數的 怎麼計數呢 很容易 同一個道理 是 2000年 OK 用回 200萬 因為有200萬人 嘛 乘回 60% OK 那 所以答案呢 就會等於 等於 120 萬人 OK 就住在鄉郊的 2000年 有120萬人 住在鄉郊 好了 2010年 有250萬人 總人口 那 就成了 有50%的人 是住在鄉郊 所以答案呢 就是 125 萬 的 好了 看回 2000年 120萬 2010年 125萬 那人口有沒有減少 沒有 還多了5萬 對不對 那這個答案 對不對 這個答案就不對 不對 所以結果答案呢 就會是 A 就是A 如果你認識這個概念 那就恭喜你 OK 你已經成為全港頭40%的考薪了 因為這條題目呢 看回當年的紀錄呢 只有39%的考薪 是能夠答對的而已 如果你看完這條片 又學會了這個城市化 和城市成長的分別呢 那很榮幸了 你就能夠成為全港頭40%的考薪了 可以繼續努力 OK 再往更好的成績呢 去買盡了 OK 那希望這條片呢 是能夠幫到你了解 城市化 和城市成長 好 努力 拜拜